诗人余光中今年已经85岁了 不过假日的时候 他特地跟他的太太从高雄北上 到故宫去看雷诺瓦的画展 而且他边看呢 还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心得 哇 旁边也来看展览的民众 真的是上了宝贵的一课 诗人余光中和太太特地从高雄北上 来看雷诺瓦画展 没想到竟然变成导览员 还今天没办法 一大群在跳舞 在树影下跳舞 另外一些人在来喝酒 原来余光中镜头诗书 对于绘画艺术也很在行 我都是在西方美术馆看到 这个日本美术馆 我没有看到什么 所以把它合起来看 增加印象 增加了解 在他所写的书当中 对于印象派画风也有心得 大方和现场民众分享 让所有人大呼很值得 感觉他就很直接 然后就对话 就分享他的那个感想 其实画的人不见得是幸福的 是我们看的人感受到这个幸福 虽然已经高龄85岁 和太太依旧间谍情深 专程来看幸福大师雷诺瓦的展览 他说回家之后 或许就会做一首诗给雷诺瓦 中间新闻 郭碧添 台北采访报道